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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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由于对红宝石并不太了解 担心买到的不是真田 所以显得有些犹豫 一旁的导购看出了它的犹豫 立刻给它介绍了起来 红宝一般它偏然生长的东西 它以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内含物 你看像我们这两个红宝 一个是蛋面 一个是刻面的 像蛋面的红宝呢 它都会有带有星光效应的 这是像红宝特殊的一种光学效应 眼见这位女士有些被她的介绍打动 导购立刻使出了杀手锏 她从柜子里拿出了这件饰品的鉴定证书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每一个红宝 它会配有证书 这都是国检证书 就是国家最成为的机构出的证书 所以您可以放心选购 在拍摄中记者突然发现一位顾客看宝石的姿势非常专业 在和记者聊天中透露 这位万先生对珠宝比较痴迷 经常在周围的珠宝店看看转转 购买一些宝石进行收藏 他也跟记者分享了选购红宝石的心得 红宝一般都是看它的大小 颜色 进度 进度就主要是看那种瑕疵就是干不干净 可以有什么那种创物是生长的那种 前那种没有的就很少 这里是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实验室 每年这里都要检测大量的珠宝玉石 万先生的说法是对是错 普通民众该如何选购红宝石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找到了这里的技术负责人苏俊 人工的宝石它都会相对的 进度会比较高 但红宝石 天然的红宝石呢 它会有很多的天然的内含物 所以一般在我们透观看一个天然红宝石的时候 其实一般都能会看到它有一个内部的包裹体 就是没有那么内部洁净 而这个和尚红宝石一般透观看 都会什么都看不到 内部比较干净 如果有放大镜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会有一些 比如一些天然的精气包体 还有一些天然的色块色区 那就很有可能是天然的红宝石 可是面对经过人工填充的红宝石 金金石以及天然红宝石 它却无法分辨 究竟如何才能购买到真的红宝石呢 购买红宝石尤其是高价值的这个宝石 还是要到一些有幸运 然后有规模的一些商产 并且最好是这些宝石具有它的那个鉴定证书 正规的鉴定证书 无疑是买到真品的一个保障 不过这个只限于国内 在国外购买时如果不小心也会买到次品 苏骏就曾见过这种世界 尤其国外的一些旅游 旅游点的那个红宝石 其实很多有时候会经过人工处理 但比如他们有时候会带一些国外的一些 鉴定证书或者一些收据 但他们上面都是用一些英文的说写字母来表示 比如我们碰到过的有的证书 背后备注一个H然后没有别的了 那可能其实这个是经过热处理 或者是他备注一个H括号ABC 这样的他可能是经过了充填处理 但是可能如果消费者不持续去阅读它的一个解释的话 是不知道这是经过处理的一个宝石 虽然他们也会将这些宝石用了哪种加工方法 用英文缩写字母注明 可是绝大多数非专业人士都会忽视掉这些缩写 从而导致上当 旅游的放季已经来临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在购买这些宝石的时候 最好能够有比较专业的人士陪同 在购买时要擦亮双眼 关注到一些比较细致的东西 避免上当受骗 宝石层可贵但买错了损失可就价更高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宝石选购中的两个要点 一是要到正规的商家去购买 二一定要检查由权威机构出示的宝石鉴定证书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好宝石消费有陷阱呢 是因为宝石柜有利可图 可是现在有一款免费的软件 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会被人注入一些陷阱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朋友圈火了 原先公交车上地铁上低头看手机的人刷微博 现在一半的人在刷朋友圈 你别说这朋友圈的内容还真丰富 心灵鸡汤 生活小校门 只想建立 方形美食 晒美食 晒心情 推销商品 五花八门 演发迷乱 你决断是篇美门 动动手指可以转发 从朋友的圈子到自己的圈子 这影响面可是越来越广 最近一段时间测试游戏在微信朋友圈就流行起来 测测你出轨的概率有多大 测测你的实际心理年龄 测测你的前世是谁 根据测试内容的不同 有的要求输入名字 有的要输入生日 有的输入配偶名字 什么样的都有 这样的测试 小郑的手机里有好几条 分别是不同的朋友转发的 您看这个 输入名字 能测出你是哪位神仙在世 什么玉皇大帝王母娘娘齐天大圣 各路神仙是哪个都够厉害的 刚开始小郑觉得好玩 没往心里去 碰到好笑的段子也会随手一转 让小郑觉得不对劲的是一周前 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布的一个测试游戏 输入手机号码 测试五年后你开什么车 小郑随手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可是没想到测试做完了没几天 他自己都忘了这回事 手机却不消停了 过了几天 就好多那种乱七八糟的短信 就进来了 就有些什么卖房的呀 然后那个推荐期货什么股票的呀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就是 特别就是平常可能也都没有 没有不会收到的那种短信就都来了 就还挺就是电话呀短信 我觉得还是挺打扰这个平常的生活的 其实像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一个营销案例 就是说微信之间它是开放平台对吧 那么只要开发者拿到这个API接口 拿到这个文档 只要符合它这个开发的这个规范 那么在经过这个 短信的真实之后这个命令就会上线了 一旦这个应用它就收集这些信息 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它收集这些信息 是做什么用的时候 那么就是发生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知道 它将这个信息 比如说多次翻卖到其他的机构 比如说翻卖给这个机车经销商 往这个车前 其实明目凡多的测试大同小异 基本形式都是要求使用者输入个人信息 然后随机出现一个测试结果 不少微信用户做测试是抱着好奇好玩的心态 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些有趣的小游戏很可能导致重要个人信息的泄露 因为这类轮盘测试的网页都有后台服务器 微信用户做测试时输入的姓名生日手机号码等内容 会被存入后台数据库 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梳理 很有可能拼凑出一套完整的个人信息 如果用户同时绑定了手机银行支付宝等服务 那么账户安全也会面临风险 微信确实方便 沟通交流省钱省事 可是朋友圈发布的帖子越来越多 也让人越来越摸不着头脑 关了微信影响交往 不关微信垃圾帖子影响工作影响生活 确实我觉得微信还是挺方便的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信息 我觉得还是挺不好辨别 到底哪些是说是真正的游戏 哪些是说可能是类似于这种陷阱 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垃圾短信啊 或者什么了 所以对于这个我还是不太好去辨别 我也希望那个专家能支持上 我现在是如果当点击链接之后 要求输入个人信息的 那么这种设施就尽快结束 没必要 如果觉得说就算之后 这个业务能为自己所用 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会要求自己填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的手机号 任天账号 甚至电话卡号 所以这些信息 那么区别的信息 个人信息泄漏 清则电话短信遭扰 重则走人身财产的安全威胁 微信带给了我们便利 朋友圈让我们密切地联系 分享了喜悦 但同时也要擦亮眼睛 识别朋友圈里的全号 为什么说个人信息的泄漏 甚至会威胁到个人财产的安全呢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买车的时候会留下我们的财产证明 身份证信息 我们在电商购买商品的时候 有可能会留下我们的电话号码 家庭住址等等 如果把这些不完整的个人信息整合起来 就成了精准的个人信息 而这些个人信息的泄露 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小的麻烦 相比这些信息的泄露 食品的安全问题 可能会更引起我们的警惕 这不严女士就怀疑自己在市场上 买到了假的实用油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看 新买的散装花生油启磨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地沟油吗 记者对比实验加探访 真相到底是什么 请您继续收看今日科技之光 新买的散装花生油炒菜炸东西 锅里就会出现很多白色的泡沫 这事您遇到过吗 你看我一炸就出了好多白沫 平常我们用的实用油 无论是炒菜还是油炸东西 根本不起泡沫 那严女士这油为何一用就起沫呢 我一回老家看见卖花生油的 说是他们自己炸的油 我们就买了一些 对于实用油在炒菜时备和起沫 和严女士又同感的 还有经常在家做饭的大妈们 家里炒菜使用的油 有没有一炒菜就起白色的沫 就油 臭勾油 臭勾油 你说就是地勾油是吧 那就是一桶油 时间长了 到最后上点底了 哎 他就要起沫 我有遇见过起白沫 我买过油 那个上面冒一层 搁在屋里面没有吃 它就上面冒一层白 人家那花生油 头头油就不起沫了 二头油就起沫 我觉得那个起沫 那个油就变滋了 对于实用油炒菜时起沫 有的说是质量问题 有的说是油底 还有的说是地勾油 那无论是什么油 它究竟是怎么起泡沫的呢 为了了解得更清楚 严女士打算用这个油 给我们摊个鸡蛋 只见鸡蛋刚放到锅里 瞬间就起了一些 白色的小泡沫 炒鸡蛋的话 起的沫更多 随着摊鸡蛋的时间变长 锅里白色泡沫越来越多 出锅后 我们清晰地看到 摊好的鸡蛋上面 这一层白色的泡沫 开始锅内并没有任何泡沫 为何放进鸡蛋后 会出现大量白色泡沫呢 为了再次验证 是不是油的问题 这一次我们找来一些花生 油在锅里慢慢变热 这时锅内并没有任何起泡沫的迹象 而当油热放进花生后 一些白色的泡沫同样出现了 而且越来越多 出锅后 这些白色泡沫仍然挂在花生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何锅内放入鸡蛋 花生等其他东西 就会出现泡沫呢 通过刚才的采访 我们了解到 盐女士的油 是自己从老家买的 而且是现榨的散装花生油 那我们从超市买的桶装油 会起泡沫吗 同样的锅 同样的花生 盐女士从锅里倒入一些 从超市买的成品油 我们看看会不会起泡沫 油热后放进花生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从开始到结束锅内 一点白色的泡沫都没有出现 通过画面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盐女士买的散装油 在花生刚下到油锅里时 一些泡沫就出现了 而后越来越多 而超市里的桶装油 从开始到结束 都没有出现任何泡沫 眼前这一桶金黄色的油 就是炒菜炸东西起泡沫的油 从外观上看 颜色金黄 也没有什么杂质 那为何用的时候会起泡沫呢 这样的油还能不能吃呢 如果你买的这个现杂的油 所谓的 它的这个比如说 发生水分含量比较高 一天时就 那么这个油脂 可能水分含量就比较高了 那可能它就容易起泡 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一种可能性就是 它可能添加了别的油脂 你们都知道 有很多的油脂 它有这种起泡的成分 比如说大豆 里面的比如说像灶干 那预防虫啊 这些东西 它都是非常容易起泡的 我们平时买的 比如说在超市里面的 那个大豆油 它都是经过精电了 把这些东西去掉了 那么你这个现做现买的 它加了大豆油 也有可能 如果它是加了大豆油的话 它可能没有把这些东西去掉 那么你一炸 矿末就非常之丰富了 如果说在炒菜时 食用油脂是因为水分比较多 或者压榨工艺导致的 那这样的油还能吃吗 如果说仅仅是起沫啊 它如果不是添加了一些 其他的这种不能接受的成分 倒不至于说对健康有特别大的这个影响 就是看起来有点不好嘛 然后呢 通常起沫的油 它可能品质变化 特别是如果水分过多了 这个油啊会变质比较快 会水紧 专家还告诉我们 散装食用油的存储时间一般三个月最佳 而且一定要到正规的粮油市场上去买 避免买到劣质油 看来这起白沫的油 并不是大家怀疑的地沟油 只是油品的生产方式造成的 不过专家也提醒大家 这样的油质量控制和保存的时间都非常有限 大家购买和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夏天到了 天气越来越热 大部分家庭呢 早早打开了空调 在降温驱暑的同时 空调又给一些人带来了麻烦 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下的人 因为空气不流通 环境得不到改善 会出现鼻色 头昏 打喷嚏等症状 这都是因为空调用久了 没有及时清理 而许灰尘细菌附着在空调的过滤网 散热片上 在随着冷风 到达房间的各个角落 这不这位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 北京这几天吧 天气太热了 太热了呢 我就想开空调 不开空调呢 我就睡不着觉 白天在屋里待着也待不住 没办法 我就把空调打开 打开以后呢 感觉这个空调呢 吹吹吹在凉风里面 有一股土味 土味呢 就造成对我的什么 就跟那个花粉过敏 这个这鼻子特不舒服 老想打喷嚏呢 还特别痒 特别不舒服 老想摸 到了晚上更不行了 晚上的时候 你晚上你这睡觉睡不好也不行 可是呢 这个空调呢 有这种味道呢 就造成睡不了觉 而且是 等于就失眠了 这鼻子呢 还不舒服 老想打喷嚏 造成这一夜都睡不好 第二天的时候也没精神 脑袋特别不舒服 不开空调 热得受不了 可是享受空调带来的舒爽的同时 程女士又患上了空调病 程女士决定要自己动手 清洗一下空调 从潮市买回来空调清洗剂后 麻烦又来了 回来呢 我一看那空调 给我以前装的空调不一样 我不会打盖 就开不了 也不知道怎么清洗 怎么办呢 后来想给人家那个专业的打个电话 让人家上门给清洗清洗 大姐 您那个空调现在什么问题 空调就是不太凉 有异味 你给你看看 这个盖 咱家的空调买了多长时间了 买了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以前那个过热网洗过吗 没有没有 从来没洗过 空调使用频率怎么样 使用频率每天都用 频率挺高的 因为这个使用频率高的话 按规定来说 建议您每隔半个月 就是15天 差不多清洗一次 咱一年多了 如果说没洗过的话 这个估计可能是过热网当了 我过来给您看一下 行行行 谢谢谢谢 谢谢 大姐 要想拆这个罩壳 然后拿锅里网 怎么拿呢 首先第一步 先把电影连给它拔下来 一定要先断电 断完电以后 两只手扶住鸡壳的两边 两边的话 一般这边会有一个凹点 然后两只手扶住 扶住凹点 服装点这一块呢 就是说轻轻的往外抠 先抠一端再抠另一端 这样的话就照壳就打开了 你看一下这锅里网上 基本上布满了很多灰尘 windows 你是因为 è 刚刚是一 Glue 及他 我示范一下这个怎么拆下来的这个过滤网怎么清洗 过滤网呢一般的话在中间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手柄 一个手柄的话 然后我敷住这个手柄轻轻的往上拿 拿上去以后呢两只手慢慢的往下拐 这样这第一片就取下来了 这样我都没开窗户它就那么脏 这要开窗户的这碗就更没法弄了 怪不得那么污染 因为您使用频率太高了 使用频率高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每15天 然后我清洗一次 然后的话这一块的话 您一年多了没清洗 它会就会出现这么一个 影响这个就是说室内热交换 效果就会变差 一个效果变差 最主要的还是对您的心理健康 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味道太大了 对 将过滤网取下后加入少量清洗液 用刷子轻轻刷去上面的尘土 然后还要清洗空调里面的散热片 大姐 那工程网这么脏了 估计里面的这个赤片 肯定里面也会有一些那个灰尘 对吧 这是那个厂家的专用的那个清洗液 我说明把里面的那个三十片 也给您清洗一下 行行行那太好了 谢谢啊 这东西这么喷上了 还有别的东西再清洗吗 就不用了 不用别的了 用这个理由 你看这些表面喷上去了 实际上是怎么了 喷完以后 那么你可以把空间打开 打在制冷状态 制冷的话 上面会布满很多冷凝水 冷凝水以后呢 会把这些赤片给你冲上干净 随着机器 然后排纸管流向室外 你制冷的时候 不是外边有个排纸管吗 不是正常的滴水吗 对对 就会用那个冷凝水 把这个就是说吃片给你冲刷干净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回一讲解呢 我明白了 这个怎么才简单的处理呢 我自己就能经常清理了 在节目中你也看了 如果家里的空调 长时间不清洗的话 会在散热片过滤网上布满灰尘 这样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不利的 那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观众朋友 在看了我们节目之后 不妨啊 您自己在家中动手 清洗一下家里的空调吧 好了 看科技之光 分享生活智慧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谢谢